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恩殿下的好人好事 美国医生Brenkley 是Samaritan's Purse的致愿医生 走在伊波拉疫情严峻的利比亚最前线 几个月来 亲眼见到死神奪走一个一个病人 以及同僚的性命 Brenkley和另一名美国志愿医务人员 Nancy也不幸染上病毒 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国运来的实验血清 但只是救一个人使用 Brenkley坚决要让Nancy先用 等美国政府派专机来 接两位回国就医 经过试用新药之后 日前公布两位已经传遇出院了 令到疫情出现了一线曙光 在这里也为无数受病毒折磨的病人 和勇敢又有爱心的医务人员 送上祝福和祷告 与你谈天说地 论世情 伴你倾心吐意表心思 倾国倾情 灯笼 7月底 一个满意的早上驾车上班 细暗记里面传出月饼广告 心里面一想 中秋季节 新历10月才到 一众月饼广告已经倾巢而出 可以见到生意难做 抢杂宣传 千亥市场策略 也无可厚非 8月中 累移港踏入第三班 一个清爽的早上 我开着车送女儿上学 她突然问我 爸爸 上俄是不是吴光的女朋友 一时之间 顿角不知所措 知无以对 后来从太太口中得知 原来中文班老师 跟女儿提及上俄宾月的故事 从有趣的中国传说 来提高小朋友对中文的兴趣 果然酬效 9月中 百亡里面抽时间 和爸爸妈妈上街市 看到他们在果栏里面 细心挑选羊土和宁国 用中国人最传统 和最有效的检查方法 用臭角去分辨货品的新鲜好坏 虽然有点尴尬 但绝对是中国人市场上一大特色 那又何以戒坏呢? 不知不觉之间 十月章至 中秋以近 唐人街的摊档上面 布满了林林种种各色其色 色彩斑斓的灯笼 有最新的超人 星球大战等等 以至传统的风琴色 和兔子灯笼 小时候 每逢中秋 爸爸一定为我们五兄弟姐妹 细心准备大量灯笼 每人至少有三个 因为灯笼纸质比较薄 一烧就着 而且蜡烛真的可以生火 加上小朋友对火特别感到兴趣 刻意烧着灯笼 也都见得不少 不足为奇 灯笼顶部 是用竹筷子打圈 扣着铜丝上面提灯笼之用 另外月饼的空纸盒 也是小孩子中秋必备之物 外壳够硬 既可以萧纳 亦可以挡风 一物易用 绝对是蜡烛灑的最佳因物 小时候家里很穷 但也很开心住在廉祖屋 招航晚策 饭煲藏足足陪我走过二十个年头 简单的村屋生活 竟然是多姿多彩 奇乐无穷 屋村背后有一座红灯山 听说是为飞机渡航之用 山顶设有一个小型水库 以供祭水之时解决燃眉之急 还有一个七人足球场 三三五幕人马聚脚之地 爸爸经常说那里生人密紧 红灯山也称之为 香港土瓜环和河文田区分水岭 亦是七十年代小孩打夜战的最佳地方 8月15中秋夜 晚饭过后 从阳台上看到提灯上山 河中秋的壮观奇景 你可以想象得到 成百上千的家庭 拖男大女有老有乱 就眼看上来就好像成千上万的螢火虫 慢慢向高山进发 顺限之间 红灯山已经幻变成闪闪生光的夜明珠 光芒直照着万家灯火的平民屋串 男主爱 以免过分击逼 发生意外 爸爸总是耐心等候人潮过后 才带领我们五兄弟姐妹上山探险 女主爱 妈妈就留守大本营 准备一切所需 让我们尽兴而回之时 摆设好月饼 羊土 灵角 和一壶浓烈的堡理 以供一家人赏月之用 爸爸带头手牵手 攀山月嶺 手持灯笼 就穿着人字拖 跌跌碰碰的齐心再上高峰 还记得 土瓜环属于飞机航道 航班频密 晚上半小时之内 一定会遇上飞机在你头顶飞过 在这个时间 站在红灯山的巅峰 趁飞机越过头顶 几百个小朋友一起报以哭声 声势浩大 到现在还在路海里面打转 最后爸爸就会用 慈名省港澳的 双喜牌火柴 和我们点起灯笼里面的蜡烛 让我们光 让我们引路前行 小孩子时候的中秋节 就是这种充满家庭的 气氛里面度过 去年 女儿扭着要买灯笼过节 几经辛苦 都买了两个传统灯笼 准备好蜡烛 晚饭过后 我一个人上房拿火机 下来的时候通过后花圆的玻璃门 看到爸爸和女儿在那里点灯笼 35年前 这对强壮的手 今天因为双手发抖 而要重复燃点 几经辛苦 爸爸终于替女儿点起蜡烛 最后 缓慢地把火柴盒放在墙上 我转眼一看 竟然还是那盒 慈名省港澳的 商汽牌火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着你 看着你 在忙碌中透不过气 看着你 提着无力的步伐 看着你 那种满忧虑的眼神 生命默默叹息为你祷告 你说你 生活变得枯燥发味 你说你 对明天无能为力 听着你 那充满无奈的声音 生命温柔的要拎进你 幻变的天色 浪测的风雨 生命里有太多承受不了的忧虑 请放开你的手 深深的呼吸 重新唱一遍 起一眼点的甘甜 看到天空的飞鸟 夜地里的我 不收也不衷 天赋上前 热花他 请放开你手 种担就给他 因为主耶稣是明天的主 看着你 在忙碌中透不过气 看着你 提着无力的步伐 看着你 那充满忧虑的眼神 身为默默叹息为你祷告 你说你 你说你 那充满忧虑的风雨 生命里有太多承受不了的忧虑 请放开你 请放开你的手 深深深深的呼吸 重新唱一遍 记忆安定 天地甘甜 看到天空的飞鸟 夜地里的我 不收也不衷 天赋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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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女性角度 探视被神改造后不一样的生命 慧言女忍心 大家好 又到我们慧言女忍心 我是苏油美 其实我很想在这几集里面 都特别去访问一些女士 希望我很想跟一些女士聊天 在她们的身上 或者她们的成长路上 她们的经历是怎样的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又或者神在她们的生命上的作为 以希望鼓励周遭的人 我们今集很开心 我们请了一个真的很特别的嘉宾 就是大家都会很熟悉的 就是红红女士Margaret 大家都知道红红女士就是红线女 越劇红灵红线女 和马思增的女士 你好啊Margaret 你好啊 苏油美 第一个问题想问Margaret 就是说 其实就是因为你们这么出名 一直以来 由你小时候到现在 那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呢 就是说回你小时候的时候 经常都说你妈妈是这么红的 那你有没有很大的压力呢 你现在在给我的压力 不是吗 是的 我呢 就很排斥红灵这两个字的 因为我总是觉得 我只是一个粤剧人 就是做粤剧的 做大戏的 所以如果别人介绍我呢 我就很喜欢别人说我是粤剧人 是做大戏的 那么压力 妈妈有没有给我压力啊 小时候 我要你想想 由你小的时候 或者妈妈有没有给你压力呢 或者其他人 就是对于看法 对你来说的成长当中 是不是已经就是压力膨长大了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在成长的过程里头 是没有感觉到压力 但是现在回望回去 很可能那些就为之压力 不知道 是的 譬如说 因为 你知道我是在大陆出生的 是吗 然后抗战性理之后 就回到香港 在香港读书 读到五年级 那时候读圣保禄 读英文学校 到年级 爸爸妈妈说要回中国了 就要让我去读中文 那时候才读中文 就读了我去真光 你想想 从圣保禄转去真光 我简直都不知道 是怎样上读的 而且去到真光 你又要我寄宿 更加 一个很大的转变 完全不同了 但是那时候 我不知道这些是压力 我很懂得反叛 你叫我寄宿 我不喜欢 我就逃跑 我逃跑回家 我直接爬窗 爬了回家 哇 就吓得我婆婆不得了 就说 乖乖的快点回去 慢慢发现 就搞不定了 现在看起来 我都挺懂得 用一个办法来抗压力 她被我抗压 我就突然抗出去 所以听你一个例子当中 红红给我的感觉 你真是很胆 很胆色 虽然有很多时候 在那个年代来说 我想有很多小孩 或者女性 她虽然不喜欢 但她都要屈服 但你就想 那我最终都要屈服 因为小时候 小时候 你不可以 有什么很大的能力 后来回到大陆 就更加被安排 所有东西都安排 对 譬如 我读读一下普通的中学 我读的是执讯女中 直到下 妈妈就说 你不如去北京 她一说 我去北京 我就要去 其实北京给我的印象 我是很害怕北京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 我和妈妈一起去过 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 我还在读小学 妈妈就带我去 为什么呢 因为她要参加第一届 全国音乐节 她带了我去 我们住惯的是什么呢 你也知道住惯的是这些楼 北京是四合院 四合院是日本式的 日本式的很矮 而且那些是烫门的 你能否感觉到那些是有不安全感呢 那时候很害怕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有就是那些墙是很低的 什么人都可以跳过 那些墙进了你的四合院 你说你怕不怕呢 我半夜就 整天都怕有人走进来 就哭醒了 我要去我妈妈那里 我不可以在这里 妈妈是让我住在姨妈家 嗯嗯嗯嗯 我还记得那时候是住在东四 不知道你去过 你去过北京 不是在东四派楼 我去过 东四六条六十四号 我还记得 现在去看看人 对 应该是拆了 我想那些胡同 北京的胡同都没有了 结果我半夜三更就哭 要走 我现在回头看 我的抗压可以是哭 可以要求要离开我不喜欢的地方 是 妈妈要我转学转去北京 都要听的 你没可能说我不滞 我不去 因为你以前不是在北美 现在的鸩仔就太多权利了 那时候像你说的 你可能心里面都很多压力 或者很多不想做的 但是 但是一定要做 接于这个权威之下 你就要去做 你一定要听爸爸妈妈说的 那时候的小孩是一定要听话的 嗯 结果呢 读到普通中学 妈妈说 不如你去考中间音学院附中 你学开钢琴的 你应该可以考得上的 什么 he can do 所以就安排了我去一个地方 一个 が 去那个时候 一个文化部的副部长的我家 就去那裡裹那边 校团 Bill Moo 那现在回上来 最好 为什么妈妈叫做戏一定要做呢 看来Margaret这个反叛也是要在内心 虽然想反抗 但是自然地又不反抗 我们在这段时间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继续和红红 看她的成长路是怎么样的 一个每星期和你在空气中的奇妙约会 福音相约星期天 回来我们为原女忍心 我们仍然有我们的嘉宾Margaret红红女士 上一节我们都说到 其实在Margaret的青少年的时候 都有反叛的时候 不过她就用了自己的方法 去应付这些压力 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 我看到最重要 因为她和妈妈的关系 就是女姐红红红女的关系 是很好才可以的 因为她够听妈妈话 是不是Margaret 当时一个想法 妈妈说的东西都应该是对的 她是妈妈来的 她不会给你一些不对的东西 给你去做 她不会叫你去做一些不对的东西 因为你潜意识就是觉得 妈妈叫你去做 但是你又觉得会不会很辛苦呢 又没有辛苦的 又不是说是辛苦不辛苦的 就是说我会不会很喜欢 那你喜欢不喜欢呢 那时候你回想回来 那时候我又觉得我自己很喜欢 很喜欢音乐 而且是在一个很有竞争性的环境里去学音乐 你知道能够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小孩子 都是从全国这么多的省市 自治区选的一班只是三十多四十人 你想想她是不是选最好的精英 最上級的人才可以去到的 是的 而且学钢琴那些一定 現在不能說是非負則貴 起碼是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如果不是不支持 起碼是有一個文化的基礎 所以我的同班同學科的同學 全部都比我厲害 很厲害 你這麼厲害 他們比你厲害 我不是厲害 他們厲害 我是很差很差的 但是那時候學校的培養方法 我又覺得挺好的 他們覺得這個學生是有潛質的 給他一個好的老師 結果就給我一個 剛剛從蘇聯留學回來的老師教我 這個老師叫魏鴻俊 現在還在北京 這個老師大概沒有什麼教學經驗 結果他就猛流一些好的曲要我彈 其實我當時懂得用功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猛然開竅的 應該說 突然覺得一定要用功 不要落後得太多 我覺得我在班裡的水準是很差 什麼時候才能說上那個水準呢 那個水準好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說他比我們上班好 更加不要說下面一班 為什麼呢 他那時候的招生 招到我們這一班的時候 是可以招那些 本來就已經學得很好的 譬如醫生的女兒 老師的兒子 很奇妙的 我們那班是有從古浪聚來的學鋼琴 學小提琴的 他們的出生是什麼呢 牧師的兒子 你現在想一下 50年代的時候 只要牧師的兒子 你現在死了 不是啦 很厲害 當時真的 是啊 因為他們學過 他們學過鋼琴 學過小提琴 我現在還記得同學的名字 許飛星 許飛尼 這些這麼厲害的小朋友 有沒有繼續聯絡的 有的 他們在紐約的 我有他們的電話號碼的 可以去跟他們聯絡的 而且他們現在都是基督徒 當然啦 牧師的兒子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 我自己覺得應該去努力奮鬥 開始去努力衝刺 不過我的竅不是在音樂學院附中才開的 那時候我是一轉學去到北京 其實我在廣州讀《執信女中》的時候 都已經知道應該努力努力去學習 但就不是努力到好像去到北京那樣 因為北京是完全是一個新的環境 那你那些普通話又不是跟 那些北京正宗那些 而且我們班裡是可以選一些人 去參加一些少年業餘體校的活動 又再精英化一點 那選了我去學體操 哦? 這麼有趣 是啊 那我在北京的東城區少年業餘體校 體操隊裡是受訓練 你以為是要怎樣訓練的? 現在說出來 我那時候真是很了得 每天跑步 跑步圍著學校的胡同去跑 跑是兩千多 然後跳繩呢 跳繩是要跳一千 很多你現在想像不到 而且我告訴你 那時候中國是儲享三年經濟困難 吃都吃不飽的時候 我要接受這些訓練 那時候那張照片 現在我怎樣找都找不到 哇!瘦到呢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呢 真是聽回熊熊女士說回 就是她小蚊子的時候 是極具挑戰性的 尤其是對於北美青少年來說 真是沒什麼可能的 那其實呢 今集這個慧言女人心 我們就時間差不多 那要下個星期呢 會繼續跟熊熊女士 Margaret 講講她這個成長路 在萬有神的愛裏面 我們有 每週金句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 你的心也在那裡 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節 嗯 是啊 好了 我們又到我們節目尾聲了 是啊 如果大家對於節目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可以E-mail給我們 我們的E-mail address就是 sundaywithgospel at gmail.com 是的 在這裏呢 多謝一班支持我們講博的朋友 包括Patsy Hue Grand City車程車身修理 Ludia Lee 和添恩食品 好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